哈囉大家好,這裡是LFZ 歡迎來到朋友的頻道,我是小泉 那今天影片相信各位都有看到標題了嗎? 沒有錯,今天就來幫各位一一解析2024年上線 一樣在2025年開跑的新排氣管法規 那相信大家看到一些新聞或是一些政府出的懶人包 可能都還是有點沒有很理解就是新的法條到底是怎麼運作的 然後大家應該也都聽得補傻傻 所以想說今天就來幫各位一一解析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直接進影片 那相信會看這支影片的人 應該通常有可能有八成都是有改排氣管的 那其實新的法條你要說它多複雜其實也沒多複雜 相信各位看這支影片都是能理解的 基本上你如果現在車上裝的是改裝排氣管的話 就是政府說的換裝非原廠管只是使用中車輛 基本上你有三個選擇可以選 第一個選擇就是換回原廠管 這個相信是最簡單的嘛 你換回原廠管你也不用在後續做環保局的 雲端座位系統登記或是接你所的變更登記也不用 那當然我知道通常有改排氣管的人 可能他們都有在動力上做改裝 就可能引擎有改,像我一樣我是改637缸嘛 所以說就是原廠管也不是說要換就可以直接換的 所以接下來你還有兩個選擇可以選 第二個選擇就是使用認證管 就是購買有合格標章的認證排氣管 現在基本上每家廠商應該都有出合法的認證管 然後你安裝認證管你也不用做噪音課室的檢驗啦 但是你要做一個掛號登錄的動作 就是要上環保局的雲端系統作業做一個掛號登錄的動作 其實新法條主要標榜就是它抓草不抓改 你一樣可以改裝你要的排氣管啦 但是這次就必須要做一個上網做一個登錄的動作 就是你要上傳你相關的資料到環保局的雲端系統 然後以我目前知道的消息就是 你上傳資料之後你是不用再建議所做驗車變更登記的動作 再來第三個就是如果你不想裝原廠管 然後你也不想花錢去買認證管的話 那就是用你現在車上的排氣管去做檢驗噪音的動作 那檢驗的方式其實有兩種 第一種就是你可以選擇自費前往實驗室做檢驗 然後你選擇這個方式的話可能優點就是比較快吧 可能比較不用排隊幹嘛的 但缺點就是要自費喔 而且其實我有問了一下不便宜喔 驗一次就要5000塊 然後我問一下就是如果要自費前往實驗室檢驗的話 就是依照實驗室需要什麼資料 就是他跟你講要什麼資料你就給他喔 他那邊好像可以直接幫你做就是上網登錄訊號的動作 然後順便幫你檢測就是一條龍夫婦這樣 第二種就是配合環保局做檢驗噢 就是你不需要先上網做登錄訊號 然後登錄訊號他會寄一封email給你 可能要等個兩週吧 我那天有打電話訊號說兩週後會收到一封email 然後email裡面就會有檢驗的時間啊地點等等的 然後你就去檢驗嘛 然後你檢驗合格之後他們就會把你的資料啊 就像一些照片啊合格資料等等 上傳到他們的雲端系統喔 那依我目前得知的消息就是 你們驗過之後也不用再建立所驗車 就是做一個變更登記的動作是不用的 那大家一定會問嘛 就是萬一我環保局這邊沒驗過呢 據目前效益得知喔 你沒驗過就是依照官法告發採除 所以可能會產生發緩然後限期改善喔 但其實不用太擔心喔 你只要上網再重新做登錄訊號 你就可以再重新復驗一次喔 這邊有一點要注意一下就是 環保局這邊的檢驗不合格限最多一次喔 超過者則轉介實驗室檢驗 也就是配合環保局檢驗的部分啊 基本上你們都有兩次機會可以驗喔 但如果你們兩次都沒驗過 然後你一樣想要你車上現在這台機款的話呢 基本上你就要自費前往實驗室做檢驗喔 但我是覺得 如果兩次都沒驗過 可能就要看要不要考慮買個認證館嘛 不然驗一次5千塊我是驗不太下去了 那以上講的就是今年2024年啊 我目前統整出來的所有資訊喔 那我們接下來講一下法規上限的2025年好了 基本上看今年大同小異 就是你如果裝原廠館或是認證館 你也是可以直接上路是沒問題的 但是呢從2025年1月1日開始 你的非認證排氣管要取得認證 就沒辦法配合環保局了 環保局不會在受理登錄的部分 你只能自費委託實驗室進行檢測喔 而且聽說呢2025年更難驗喔 你不只原本的原地噪音要驗 還要多驗一個加速噪音喔 所以還是建議大家就是今年趕快處理好 避免2025年後續的麻煩 那接下來呢我也教大家 就是要怎麼實際上網做登錄學校的動作 首先我們現在來到這個網頁 這個是環境部的替換用排氣管噪音檢驗資訊系統 然後這是他們首頁 我會把它這個連結放在說明欄 然後我們既然要首頁嘛 那就點這個 改裝排氣管掛號登錄作業 點下去 然後就把你的車牌號碼 跟車主的名字填一填 填完之後按查詢 然後查詢完呢就會來到這個介面 你就把它要資料填一填 像你的身份證啊 你的縣市啊 手機要碼跟email 要記得email要填對喔 因為他到時候如果你是要檢驗的話 他會把時間地點傳到你的email 所以記得email要填對 這邊要注意的是有兩個選擇可以選嘛 一個是已安裝 一個是未安裝 認證排氣管 像我的話就是選未安裝嘛 那假設你們有些人是買 可能合法認證款的話 你們就選已安裝 假設你就選廠牌嘛 假設你是三頁嘛 你是124CC 然後你就對一下你的排氣管編號 我這邊就先選一個 這樣子 那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要選未安裝嘛 然後再往下滑 你會看到車輛照片上傳有 然後共三張嘛 那基本上這個蠻簡單的 就是他也有示意圖給你看 就是他要什麼角度的照片你就拍一拍 然後上傳之後 按完成登錄 然後如果你是合法管的話 你就按完成登錄就好了 然後他可能會後續再寄email 跟你說可能已經上了到 資料上了到運用系統之後 已經成功之類的 然後如果是我們的話 像我就是未安裝嘛 我按登錄之後 我那天有打電話去入問 他是說等個兩週之後 我會收到一封email 就是我要檢驗的時間 地點會寄email給我這樣 然後呢我也有統整了一些 大家會比較有疑問的問題 來幫大家解答一下 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是非認證管 但是有上網登記許號的 在路上被攔檢或檢舉怎麼辦 如果你是今年2024年 你車上中央是非認證管 但是你已經做登錄許號的動作 你在路上被警察攔檢 或是被民眾檢舉 是不會被告發開罰的 警察和監理單位那邊 會有你已經做登錄許號的資訊 然後如果你是非認證管 但是你還沒取號的 你被攔到會被檢舉的話 就會輔導你 就是進行許號的動作 然後執行檢測 如果你後續檢驗不合格的話 就是依照管法告發採除 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檢驗合格是不是就安全了 不管你的排氣管是否檢驗合格 就是你發出大噪音 還是有機會被像聲音照常這些 等科技執法儀器拍到 那環境部署表示 檢測標準與違規事實 不可一概而論 如果有超標事實兩次 就會注銷你這支排氣管 檢測合格的資格 這邊講的是非認證管的部分 就不是那種廠商書的 合法認證排氣管 第三個問題是 如果我都不去登記會怎麼樣嗎 2025年開始 全台灣全面經用非認證管 你只要沒登記就是違規 然後你只要被警察攔到或是被檢舉 就處你至少900至1800元的罰款 並責令檢驗 然後你去驗了沒驗過 再罰你1800至3600 但如果是今年就是2024年 你被攔查到或是被檢舉 發現你的排氣管未登記的話 就像我上面說的 就是會輔導見檔 並執行檢測噪音的動作 那以上呢 就是大概我目前統整出來的所有訊息 希望大家看到這邊都能夠更了解 新的排氣管法規啊 那如果哪邊講錯 還是不清楚的地方 也歡迎大家在留言區討論 我是覺得大家也不用過於擔心啦 基本上我們有一整年的時間 可以慢慢解決這個噪音的問題 那還是建議大家在今年處理好 就像我說的明年更難驗 更麻煩 而且還要自費 我個人是覺得政府跟我們一年的緩衝擊 其實算蠻足夠的 雖然我覺得這個法規 目前還是有點灰色地帶的問題 就比如說你黃金部只管噪音 但你監聽所在那邊 就會看你排氣管的形式 就可能發生我這次排氣管在這邊合格 然後結果在那邊不合格的問題發生 那我身為也有在玩塑膠車的一人呢 我個人是覺得新的法規還不錯啦 就是至少有稍微明定一點規則了 不然這個東西都炒幾十年了 從我還沒出生就炒到現在 但就是相信會隨著時間和政策的推動 未來會補上這些法規上的漏洞 但到目前為止我是覺得還挺不賴的 那如果有在看我影片的人 應該就知道就是我現在車上 雖然還是一隻黑管 就是看起來是挺原廠的一隻 仿原廠的黑管 不過我的也是非認證管 所以接下來我會準備用我車上的排氣管 就是我的黃蜂HR1靜音直通 來配合環保局今年檢測噪音的部分 那我也會再拍一集影片 就是實際用我的車啊 我的排氣管去檢驗給各位看 就是包括檢驗的流程等等的 那當然驗不驗得過我也不清楚了 幹如果沒驗過 可能就要考慮買個認證管 我也不知道耶 到時候再跟各位揭曉吧 就是我會在排氣影片 用我的實際用我的車 還有我的排氣管去檢測給各位看 可以再期待一下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一定要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然後也不要忘記追蹤我的IG 那有什麼問題也歡迎在底下留言討論 那我是小泉 我們下期間見 掰掰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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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